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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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姐 礼物很轻 但是做好准备的人 一定要给一颗糖 这次 我们八班 在七中考试上大获全胜 班上每一位同学 都取得了进步 你们真的很棒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小老师 我为了你 那可真是披肝立胆 淡金截掠 生死相托呀 我人生第一次为了学习 我连熬夜都奉献出来 就是看看看看这黑眼圈 看看看看 等等等等 你们两个啊 真的是吵死了 都忘了向老师怎么说的了吧 学习 那是为了自己 还邀功 是吧向老师 有礼物不错了你们两个 我曾经说过 我希望 你们付出的每一滴汗水 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遵从你们自己的内心 但是我这一次非常感谢 你们的付出里面 有一份是为了我 我无比的庆幸能够遇见你们 也非常感谢 你们能选择我 以后的日子 我们一起走花路吧 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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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点啊 这吉他比你都还贵 所以啊 你就轻点造成你的 微薄的工资吧 而且为什么要放在我这里啊 哥 放弄我哥 我的猫吧 我这不是怕吵到别人吗 您想过来 好好好 我不是人 我不愿意为我安静的生活 你怎么说话呢 神儿 我好像喜欢上诉起来 你说什么 你干吗呀你 弄坏了你就以死谢罪吧你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了 很早就这种感觉了 上周我跟他一块去找陈玉慧的时候 我发现 他是第一个 我愿意吐露一切的人 你不要因为他安慰你 就错把感激当成喜欢 才没有 我确定 这不是感激 也不是错觉 是那种想牵着他的手 一辈子都不放开的喜欢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苏琪 你确定 我确定 没事 你说我要不要马上告诉他我的想法 少安无躁 欲速则不达 追女孩这件事情呢 还是需要从场记忆的 是 你说得对 要从场记忆啊 据有效数据显示 有计划的追求行为 比鲁莽告白 更能提高成功的概率 自顾套路的人心 在追求苏老师的这件事情上 同样使用 所谓套路就是指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利用他们大量试错 科学总结下来的规则 行了 行了 你赶紧进入正题吧 我应该怎么办 套路一 鲜花是浪漫的标配 追求第一步 送花 越多越好 多到铺满他的工位 让他目光所及之处 成为一片花海 我的家呢 我的笔记本呢 我的菜脚知道呢 谁干的 谁干的 套路二 给他独家宠爱 要把他最喜欢的东西 送给他 而且只能让他一个人拥有 让他知道自己在你心里 是独一无二的 老苏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食堂所有的鸡腿 都被你承包了 好 套路三 惊喜 对女生而言 惊喜是感情路上 推波助澜的绝佳助理 夏东南 怎么样 惊不惊喜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这么大照片 你疯我房间干什么 不好看吗 不迷人吗 这是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了 惊是惊了 喜 没有 不喜欢啊 那我拿回去好了 住手 这么大的照片 你发现那么多乐器 放得下吗 万一磕着乐器怎么办 那 出去 我先看到你我就摔眼 你 我不想 我因为这个 我没关系 你拔下来 你收拔下来 然后再 Beyonce 老苏无相呢 为什么这些套路对老苏都没用 没用就对了 就差最后一击 就可以结束嘴巴宁愿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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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南 也没人说烛光晚餐 就不能点外卖吧 点外卖多省事啊 还不会犯错 向东南 你真的是个天子 向东南在追求苏琪 你都知道了 你那些小伎俩根本没有用 没用那就顺其自然 保持同事关系 我是说你这么做 化解不了桃花姐 对不起 我没有别的意思 做得是很好 只是她们不合适 我们合作吧 让向东南和苏琪 止步于此 合作愉快 余辉在学校挺好的 你放心吧 外婆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陈妈妈 其实余辉她很有想法的 她也不是个小孩子了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试着用成年人的方式 去沟通交流的 不用客气 陈妈妈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老同学 做实质 喂 什么 你已经到学校了 什么恋爱谋定啊 一点用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问生生 怎么追女孩子呢 她连主人都搞不定 我应该 对啊 我应该问她 那作家 请你帮个忙 六三 你晚饭这么丰盛啊 苏老师 这不是你做的吗 不是我 我刚回来 我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呢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见这一大桌子菜 还有剁椒鱼头 我还以为是你做的呢 不是我 那是 你 跟我过来 为什么向老师最近看起来 总是气呼呼的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叔 刚刚去哪儿了 跟谁去的 干什么去了 你去见我妈了 我爸妈又吵架了 等一下 我去哪儿了 去见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啊 莫名其妙的 我 在等你吃饭呢 你想吃饭你就自己吃嘛 你干嘛等我呀 老苏 你不要碰到我 我今天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今天晚上准备的 六三 你怎么了 苏老师 辣椒吃多了真的会死 我也会疼死 快进去 2个月 一百 天 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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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儿 老苏 我今天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 他是南宇至近天朝王府唯一敌礼 南风墨 亦是人人口中 弹枝色变的顽固少女 飞扬跋扈 恶名昭彰 风云际会家道中落 当他遇上武力高强的少年将帅 一场侨曲豪夺即将展开 夏老师 您怎么又对网络文学这么感兴趣呢 艺术是相通的嘛 曲长不短 那小夕 你的这些段落都是声揍的 能有效吗 绝对有效 夏老师 苏苏的分译区 您是打算跟谁告白啊 未来 不是 不是未来 不是 苏老师 怎么可能是他呢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告白 是我一个朋友 我朋友 那我先走了 你待会儿把这个 发到我手机上啊 你在无中生有 暗路沉操 凭空想象 凭空捏造 无言无语 无可救药 喂喂 小凡子 快快快 我给你报个料 吴老师 晚上八点白云山顶不见不散 桃心 难道真被老相猜准了 太可怕了 besides 这 我再嫌疯了 小姐 别打不住 一点也疯了 老苏 虽然我们相处不过短短三个月 但是你的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都刻画在我的眼里 你知道吗 每天清晨 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见的 我只有对你的喜欢 有你 这句不信号说话了 不信号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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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不错 你身上的味道最好闻 你笑起来的样子最好看 你陪着我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 对啊 得改改 老苏 你身上的洗衣粉味道最好闻 你凶起来的样子最好看 你追着我打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羡慕过别人 完美 老苏 胡老师 等一下 胡老师 怎么了 苏老师 对不起 胡老师 实在抱歉 我不能接受你的要约 什么要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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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从来到你身上 小子 老师 老师 看看 老师 你 老师 优优独播 老师 你这消息准备了吗 百分之八十 小夕说了 金 你这消息准备了吗 天晚上白云山顶上会有一场大戏上演 但还不确定是什么大戏 不确定你带我往这边走 这热闹 你不看 开大小看的 这么精彩的大戏 为什么不叫上鸽子的飞丝啊 你带他人肯定能不能成功 这也是 不知道今晚戏台上的主角是谁 我们 认识吗 你管他是谁 只要这蠢名够抓了不就好了 你少了 师傅 忙忙忙我们开快点 谢谢 老祖怎么喊不来啊 是他 一定是他 老祖这么忙 桌子上有这么多的文件 肯定是没看到卡片的 老祖今天车子送去保养了 他这么能够 肯定打不来车 才没有及时赴约的 他要是看到卡片的话 一定会来的 就算看到卡片 苏老师也不会来的 我比你了解他 他要是不来的话 一定会给我发信息 那你觉得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 他告诉我 老师 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你在家啊 乐意 你 孝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好了 你爸应该快到楼下了 咱们下去等他吧 至于其他的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 什么事情啊 现在跟我说说吗 没什么程度的 乐意 你自己说 有一部电影正在选局 我妈给我安排了事情的机会 可是我爸觉得 我现在应该以学业为主 不应该出去解析 他们俩爸就这事吵了一架 吵了好几天 我不想回家 所以就跟孙老师来这儿了 你当然要听你爸爸的话 以学业为主了 乐意 你得记住 你现在是学生 等你考上大学了 肯定会有很多拍戏的机会的 可是妈妈说得也没错 现在既然期中考刚刚结束 还有点时间可以去试一下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 那这样吧 你先回去想想清楚 抛开所有人的意见 问问自己想要什么 那 那假如我通过的事情 需要长期方法去促 也没关系吗 有关系 也不是太大的关系 夏老师你说什么呢 你别那么激动 我就是 乐意的现在是学生 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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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都跟我说八百遍了 既然知道你就应该明白 高中生学习 比试境重要得多 学习是非常地重要 可是我们乐意啊 是艺术生 对于艺术生来说 机会也非常地重要 万一他这次进组 能够遇到好的导演 好的团队 那不是对他帮助更大吗 对不对 你这是强词多礼啊 我没有强词多礼啊 行了 别吵了 你们俩这样跟我爸妈 有什么区别 吵架根本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 对不起啊 乐意 我们俩不是在吵架 我们俩就是 交流 沟通 算了我还是自己回家 好好想想嘛 乐意 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啊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 才是最重要的 注意你自己十分 好 搞定了 多亏你们清报 多亏了学生们的八卦 看来我们可以成为 很有默契的大大 各司其之二一 你为什么不想让 苏老师和向东南在一起 我不希望我唯一的妹妹受伤 就这么简单 其实向东南 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个样子 很多时候 他只是被无名化了而已 我知道 看来之前那些 莫虚优的废物 还是对哥的人受有影响的 记住了 做自己 向东南 你这是 自己 今天你虽然没来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等到你接受我那天 晚上八点白云山顶不见不散 对 来 老师 或许明天会更好 虽然你今天晚上没有来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来 冷静 你也要保持冷静 来 去外面长一样 来 速记得可以 大家好 苏琪 虽然你今天 晚上没有来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像乐意这样的童星啊 有星梦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他去面个室 也不一定会影响成绩 反而实战经验 对他未来去考表演戏 是有帮助的 既然我作为班主任 就勉为其难地 帮他去跟苏主任请个假吧 免得你见到苏主任啊 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松 我再跟你说话呢 听见了没有 我觉得你最好 还是不要干涉他们 免得变成胁迫了 我只是站在我的角落里 提出自己的建议 怎么就这样胁迫了 再说今天上午 乐意的妈妈已经带他去面试了 这又不是我们能所有的了的 已经请过家了 怎么没有通知 不是我这个班主任呢 麻烦你看看自己的手机再说 没看见 午休时间 小叔零件 想多难 没有手机啊 离你才怪 不会还在这儿吧 什么事啊 不能手机上说 非要见面说 什么事啊 不能手机上说 非要见面说 不是我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啊 不就是你 真的不想说 别看了 什么事啊 没看了 有什么事啊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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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小夕这份的套路写得真不错 寻学渐进的人 从小事入手温水渡清 Вот 让他在不知不觉中 陷入我爱的 Swift 我看你 有没有什么套路 可是事情高的 现金红包五十块钱 都缺这钱啊 你们俩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老苏你回来了 我前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参加了 一个关于数学的竞赛 今天通知我说得奖了 我们再看奖品呢 是吗 恭喜你啊 选什么奖品了 真人SS团票 其实也还有别的选项的 少儿数学辅导班优惠券 你用得到吗 所以啊 我们一起去嘟嘟嘟嘟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可是要五个人 才能参加对抗赛 不然我们只能混路人群 那进去就黑屏了 没时间我就不去了吧 不去吗 那太可惜了 据我了解 主任非常地喜欢 玩射击游戏 你不去就太可惜了 那就这样吧 时间地研发吧 咱俩说 他要是不通异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有事啊 真人认SS 你有兴趣吗 没事 你不想去的话就算了 不勉强的 是不是还有向东南和苏琪 那还是要去看看的 对 是要去看看的 那明天我在门口等你 我们一起出发 嗯 早点休息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参加 三个人以上的激励活动 真的是太忐忑了 你读书的时候 没参加过班级活动吗 六赛说的是主动 主任 听说你设计项目都很厉害啊 还行 那老苏 你厉不厉害 干吗突然退我 快到了 马上你就能知道了 你们的对手 你们的对手 会在另一个地点集合 一会儿会跟你们同时出发 你们今天的目标 就是要夺取 对面碉堡的红旗 你们身上的装备 在受伤以后 会根据部位不同 提示你们血量减少 或者死亡退出游戏 还有这个是补血条 当你们受伤以后 可以用来恢复血量 但是我希望 你们还是要尽量小心一点 保护好自己 掩护好队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我也是第一次玩 没关系 我也没有玩过 大不了我们买一送一 送他们双杀 苏主任会帮我们报仇的 说完了吗 准备好 出发 苏主任速决吧 走 走了 好 快 这边 好 走 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我想保护你啊 你去看着他们俩 我苏专速决 打完这局就会去 好 可是这也是我们的约会啊 你让我怎么能苏专速决啊 你干什么啊 你是不是想早点结束推赛啊 你继续前进 我帮你放上了 终于是 你在这儿好好多好 我出去看看 不不不不 我们得在一起 你是不是想咱俩在这儿就结束了呀 结束什么结束 我们才刚刚开始 别说回忌的话 不想结束 就在这里待着 那边有关人 好像是个老单大业的 我去当幼儿 你们去偷偷打 我们舍父林东 拿下一心 不是 我想要叫我 这天我真正在 就像你一样 打扯了 你搞不好 瘦点皮腕伤 你最好 你去帮我挡一下 你看看你就剩个血皮了 我怕你受伤啊 不急要都在六三身上 你不能再受伤了 看看那个人怎么样了 黑皮了 B组 加一号 挑战失败 二号 A组 四号 完成受伤 你拿到一血了 走走走 真是 这么开心啊 小危机 大小的 你自己嫌疑 你自己 có的 快快起来 活着还要输出 我一定要稳住 活着还要输出 活着还要输出 我一定要稳住 毕竹三号的家族 整个失败 好 我说没有 还有三个 那我跟那边我跟那边 我找不到他们 跟丢了 跟那边 好 没有啊 A组二的玩家挑战失败 好 A组二的玩家挑战失败 在我这儿 你别说是种桃花了 你敢动家土试试 我怎么可能会撩你呢 我就算撩陈六三 我都不会撩你 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你 我就算撩陈六三 我都不会撩你 做你的春秋大美梦去吧你 春秋大美梦去吧你 做你的春秋 春秋大美梦去吧你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我喜欢素琴 我喜欢素琴 我就算是喜欢六三也不会喜欢他 又算是喜欢六三也不会 又算是喜欢六三也不会 不会 我喜欢他 我不同意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